各位好 就工作上遇到的一些狀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目前想說先分享一下我手上能看到的廠商 他們所在做的一個東西 就回到這一張跟大家分享 這個目前是美國AMS的那個控制的廠商 他們所做出來的 這張圖在十年前就有了 也就是說其實在我們生活中 透過這個所謂的控制中心去延伸出來的 包括影音類的產品 包括生活瑣質 包括保全 溫時度的控制 電動的產品 床物捲簾 車道這些東西 都已經是在範圍內的 那這個廠家 他的Marks AMS 另外一個廠家叫Crestor 他是屬於美國目前兩大控制廠商 比較特別的是 AMS 90%都是屬於自己製造的 那Crestor的部分 他是去跟廠商做合作的動作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做 因為需求的問題 就是我們現實上面臨到的問題 那AMS他在美國 目前最致敏的像白宮 武漢大廈 還有一些國家的社會 都是用這個產品 所以他堅持要希望達成百分之百的支持率 然後他們現在的做法 比較特別 應該說持續以來比較特別的做法 就像最近鴻海 陸主 夏普 意思是一樣的 以影音系統來講 他們現在就是 我做不到 我直接把全世界最大的開發廠買下來 那買下來之後最大的好處是 把我要的控制界面放進去 那我就能夠互通 我不用去跟你做結合 這是目前 我們能做到的 找得到的產品 這些都可以控制在方面內 那發展到最近 你看 總監體的 發展到最近 我們最想要的 跟客人最想要的 其實就是通過APP 去控制身邊所有瑣碎的事情 那我相信在做 這些研發人員你們 也都是在朝這個方向 所以 每個人手上都有一部電腦 那 有沒有一天可以看到 最近比較討論的事情是那個 iPad Pro 到底能不能取代你手上這台電腦 這也是我們在看的東西 可能有照一日 這個是目前我所知道的 台灣的廠商他們在開發的東西 在MS他們的理念是把 我們講化繁為整 透過一個控制中心去處理所有的事情 那這個控制中心 他所分析的東西 如果加上智慧進去 可能就是所謂的大數據的運算 那在大數據運算之前 我們做的控制系統 只是把我們要的順序排進去 那幫客人做到一個動作 指令下的時候 我們幫他完成十個甚至二十個甚至三十個動作 然後 在台灣的廠商發展的情況下 我們現在的建議是 把它區分成區塊 我們再把 他的整個再把它切開變瑣碎 客廳透過一個控制主機 臥室透過一個控制主機 其他的空間包括廚房 包括甚至浴室 起居室之類的 再把它分成另外一個獨立空間 那這些空間 做好他的行程之後 我們目前的技術 還是透過人機介面去結合這些東西 那 比較高階的控制廠商 我們就會透過現在的物聯網概念 區網的概念 包括遠端控制的概念 全部透過網路的方式去連結這些東西 那目前我們看到 像剛剛介紹的全國電池的那個EQL 它也是在走類似的方向 在客廳空間 它必須要放一個 元件去控制客廳的電子設備 然後在你的房間 需要再放一個設備 去控制你的房間的電子設備 然後透過手機的APP來去整合 當你要操作 在遠端操作的時候 你要先選擇你要控制的房間 再選擇你要控制的設備 然後再去請它做動作 目前順序上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是台灣的廠商在開發的東西 那這邊圖面可能有點小 這是我們現在遇到的狀況 這些連線的顏色都有代表它的意義 有TCPIP 有RS485 有RF的頻率 有IR的 然後有AC控制 也有DI 也有DO的東西 那還有一些Mobus 232 包括Zibing 然後現在 我提出一個東西 應該你們都有看過 就是Bluetooth的Mesh 現在滿夯的 那其中有一個廠家 因為我剛剛來的時候 其中有一個投資的廠家 剛好在這邊10樓而已 這個也是台灣的同一個廠家 他們現在所要發展出來的一個架構圖 那這個架構圖 為了應應市面上的其他周邊設備 所以他們要去開發這些元件 這邊包括所謂的通訊轉換的東西 然後包括開關控制 我們怎麼去把開關 傳統的類比開關給電子化 電子化之後 我們要能夠去判斷它現在的狀態 然後環境的偵測 比較常聽到的 溫度偵測 濕度偵測 那甚至光線偵測 然後再經過大數據的判斷 再做下一個動作 然後能源偵測 包括電流 電壓 然後現在的一個無線 那無線分很多 包括你的手機系統 包括你的RF系統 甚至你的紅外線系統 然後安全感知 磁王開關 磁扣 然後震動 紅外線人體感知 溫度的人體感知 那這些數據有了之後 才能夠回傳到所謂的控制系統中心 它集結成一個大數據之後才能做分析 那才能做到像剛剛 我們理想化 比如說它的一個動作 打哈欠 那這個動作在早上7點做的時候是起床 在晚上10點做的時候是想要睡覺的 可能像這樣的東西 它必須透過一個非常大的數據 在什麼時間你做了一個什麼動作 那你這個動作的細微變化 才能夠回傳到我們所謂的控制中心 那才能做出對應的下一個動作 那這些東西都必須透過這些感應元件 才能夠回傳到控制中心去做判斷 那把智慧的東西放進去之後 這個所謂出現的AI的東西就出來了 那至於這數據的體系到底有多大 然後要寫到多細 不要靠各位去努力發展 然後最後 這是昨天我臨時加進去的 就是剛剛講Bluetooth的Mesh 在座應該都有看過 最近在滿行的這個介紹 那它現在藍牙的部分 還是單點對單點 他們現在希望做到Mesh的功能 那取代室內的區網的架構 那室內區網架構 因為目前的Wi-Fi體系 其實穩定度還是滿低的 那以評估來講 藍牙的體系還是好一點 然後相對它的一個十公尺的距離 再加上無限擴充的方式 目前的廠商壓寶在這邊還滿多的 那這個對未來的手機APP控制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已經在推行的商務飯店的藍牙電子門所 現在的RF系統 他們已經有開始加裝變成是 藍牙的CAPP系統 那中間的過渡期的一個過渡產品 也都已經上市了 也說未來 你在住房的時候 你check in的動作 它可能就不給你房卡 你的手機 隨身手機知道藍牙功能的 在我櫃台這邊經過刷碼之後 假設你的房號是123 你就可以開123這個房門 那我們第一個初步可以想到就是說 你可能會忘記帶房卡 那你忘記帶手機的機率 是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 我們的討論就是 為什麼人機介面手機 還是目前最重要 因為大概 應該在座的每個人都是低頭主人 那藍牙這個部分 想說提供給你們當參考 就是未來的一個發展方向 那目前台灣至少有五個廠家 已經投入晶片的製作人 然後我目前實務上的運用 就可能就會報告到這邊 好 那我這邊 我這邊簡短講一下之後 我這邊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 其實 智慧住宅 這一個詞 其實在市場上 我覺得真的是被過度評價 就是說 什麼叫做智慧住宅 其實我認為最終最終 那個智慧住宅 到現在還沒有真正的出現 應該是所謂的 不用經過人機介面 那他自己就能判斷 知道我要做什麼事情 這是最終最終 最理想化的智慧住宅 而不是說 我現在還要靠手機 這個是一個 每個事情都有一個階段 那我想 有夢最美 希望相隨 所以 這個 這是一個過度時期 也是一個 因為我想 大家都知道 很多這個通訊協定各方面 都還沒有辦法 真正去整合 所以很多 數據殺過 在製作這些事情的時候 也都面臨到很大的困難 那我們也真正期待 到最後面真正的這個智慧住宅 都不要藉由手機 APP這些事情 去完成 每一個想操控 當然 現在手機來講 是最方便的 未來 我想連手機都不會有 我的最大夢想 其實是 手一化他 我想做什麼事情 嘴巴一講 什麼事情 他就來幫我做好 對 那個是最後面 最後面 我想做的事情 我想要看什麼畫面 手一揮 畫面就在我面前 我們以前 常在看科幻片說 那個 那個 星際戰艦或什麼 螢幕一投影出來之後 然後在空氣中 你就可以講話 可以對話 然後去選擇很多的這個東西 馬上想要操作什麼 都可以操作 就是在你面前就可以操作 這個 應該 未來一定會有 對 只要有夢想 我想就主意會去往這個方向 逐步逐步大家共同去完成 那這也是 未來 必定會發生的事情 對 今天我大概簡短的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大概是這樣的 我們目前的一個 智慧仔的一個未來 跟現在的一個狀況 謝謝大家 好 我們謝謝潘榮跟Eric 好 那今天難得兩位那個 實務工作者在 我們就可以 來 我們現在就是開放QA的時間啦 對 每一個小時